Hello 大家好 今次就回來玩這個PTCG 而今次就做一個非常簡單 亦都是比較很無聊的一條影片 就是記錄一下我玩一個預祖牌去跟其他玩家對打的一些影片 那 遲些我就打算做一副然後再跟其他人打 但實在卡數太少 我根本沒辦法 所以一定要先用預祖 亦都趁著這個機會跟一些未玩過的人就看看他們有沒有興趣玩 對 做個介紹講解 OK 好了 一開始雙方就會選擇一個擇公子 那你就選擇了 你就可以決定誰先打 如這個遊戲所見 其實我現在是相當不利的 相當不利 那個相當不利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 我現在暫時手上只有一張基礎蟲 一張Base Pokemon 就是所謂的 不需要經過任何進化枕放出來就可以用的一隻蟲 就只有一隻車來貴 而第二個不好的地方就是 我身上只有一張Item 而這張Item也是現階段沒得用的 就是這張Switch 就是一張調換精靈的一張技能 技能卡 不是 物品卡 還有呢 就是 第三樣不好的地方就是 我手上是沒有任何的support卡的 support卡真的在於可以抽卡的那些 但你看到 非常之黑仔 嗯 呵呵 現在我要做的基本上呢 它格鬥系啦 那我就選擇換一隻波波出來抽卡 這裡沒辦法了 因為我實在沒有卡 而波波第一招是抽卡的 如果在這裡我繼續抽水能量 或者其他一些沒什麼特別的重的話 其實我這次鋪都是這麼大的 如果對方都起了 即是起了後面的牌的話 這些support卡 我這裡一張都摸不到 非常之黑仔 其實這隻PDCC也可以說是一隻幸運值非常之高的遊戲 如果你想幸運值 即是你不想依靠幸運值的話 不是很依靠幸運值的話 你要多放一些道具牌和這個support牌 對了 它打我不是很痛的 但是我都... 這個都還不好 但是 嗯... 這張support卡對我現在來說沒什麼作用 欸 都有用 都有用 有傻鵝在手 那我們拿一隻傻鵝和一隻波波吧 好了 不要拿什麼了 不要拿薑蔥鴨 我們現在只能這樣做 我們只能這樣做 嗯哼 還有就... 對了 OK 這樣的話 我們就... 換一隻波波出來 換一隻波波走 因為波波有用的 我們就用薑蔥鴨抽兩張卡 因為薑蔥鴨抽兩張卡 在這個一開始很有用 但是換兩張卡就不厲害 對了 嗯... OK 還有呢 如果你玩得多這個牌組的... 預組的一個對打 你會發現有些預組特別多人用 那我這一副也是特別多人用 因為這一副實在太過... 太過強勢了 即使可能在... 在劣勢的情況下都可以打到... 都有反敗為勝的機會都很大 嘩 脫動繩 你都... 唉 真的有點麻煩 其實老實說 那我也沒得選 要不就是這一隻 要不就是這一隻 那我當然選... 傻鴨? 嗯... 等一下 先... 傻鴨吧 嗯... 嗯... 他這個太陽神的技能呢 大概看英文都猜到 第一張...第一個是抽兩張牌 第二個呢...如果場上有一個 場地叫這個名的卡 在這裡的話呢...那就加20弓 但是他又沒有了...如果有的話 對我將會是一個非常大的傷害 因為他一下打40 我傻鴨得60血 嗯... 嗯... OK... 現在暫時看的話呢 其實對方呢 那些手牌是比我好一點的 但是他這樣換了我出來 有點麻煩 因為我不想這隻出去的 而他就逼我出去 嘩...就這樣轉一轉 然後就這樣 唉呀...真的很麻煩啊 難道我又要收回去 唉呀...收回去就不要想了 哈哈... 神經病的牌 有點難啊 難得很緊要 不是有點難 是很難 這樣吧...唉呀... 我都想不到可以怎樣打 嘩... 想不到我第一條片... 第一條怕這個PDCG的影片 算不算是第一條... 應該以前... 沒什麼怎麼怕 除了抽卡之外 第一條片就要是 如此非洲的... 抽卡... 的遊戲體驗 好... 大家都看到了 後方那個牌組 他已經放了一隻 阿羅拉的村山王 他這一隻是有特性的 如果在這個回合的時候 你是可以抽一張牌的 簡單來說 即是他現在每一回合 可以多抽一張牌 亦都可以選擇不抽的 咦...他是不選擇打我 其實這裡也不錯 他選擇不打我 嗯...這裡有支援牌 但是... 我其實不是很主張想放出來的 但也沒辦法一定要放走 真的一定要放走 沒有辦法...我一定要放走 我不放走 我覺得我的車理龜 永遠都進不到卡玫瑰 那... 手上我的水晶鬼扔掉 因為如果我進不到卡玫瑰 那沒意思的 嘩...這牌... 好... 那就看到下一彎了 這裡抽兩張牌看看 咦...卡玫瑰到手 看看下一彎有沒有機會 抽到精靈球的道具牌出來 下一彎我就會用哈烏 哈烏這張卡 可以抽三張牌 嗯... 抽三張牌其實這一個 現階段我也是很需要的 如果卡牌的情況下 非常之需要 他也抽牌 嗯... 其實... 對方不選擇攻擊的 其實也不錯 因為如果他攻擊我的話 我未必能捱得住 但是對方也很有可能 現在在慢慢堆積戰力 同樣一樣 那我們放哈烏 來啦 水晶鬼 喂... 是沒有的 唉呀... 那就... 差一點了 沒關係 我們先給我高超鴨 高超鴨招技能是90攻 這樣可以打死這隻 但是呢 也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對方有隻椰彈樹在後面 如果對方進椰彈樹... 蛋蛋 如果進椰彈樹對我很不利 因為我整堆都是水系 水箭龜出來了 那我們就有個打了 各位 這個時候我就放高超鴨出去 打破他的太陽神 逼他的椰彈樹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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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無以外他應該會出椰彈樹的 這裡我就選擇... 如果他出了椰彈樹我就用水箭龜打爆他 嗯 好 所以其實這隻東西呢 這副牌... 這副預祖最好的起手 我想應該是這隻擺頭 然後抽牌 或者是支援牌裡有些可以抽卡的卡 如果沒有的話 就... 很難打 這次也算不錯 如果你一直抽Energy卡 那些水能量 你真的想死 那些我真的盡早... 盡早完遊戲算了 對 始終敵不過自己的非洲 現在在這個預祖裡面 預祖就是講運氣的 好了 大家看到剛才他就用了一張的... Ultra Ball Ultra Ball的技能就是可以... 嘩... 他... 真的大老鼠 他剛才Ultra Ball的那個卡 就可以選擇一張... 可以進化的牌 對... 他剛才拿了椰彈樹 那下一回合如果打死了這隻大老鼠 之後就會打椰彈樹 但120血是有少少麻煩的 因為120血呢 我的卡牌裡面沒有一隻可以打到120 除了水戰龜 但是水戰龜要拿來打椰彈樹 這裡不能出 對 所以這裡是比較麻煩的 在這一方面又有少少... 難搞的 不過我們有兩隻水戰龜 有機會 嗯哼 這裡的話 其實都... 嘖... 這張大家所見他都是抽牌 但是他可以增加你的精靈20攻擊 這個我也是用來留下來打椰彈樹 因為我沒記錯椰彈樹好像86血 我的水戰龜只有85攻 所以就... 不可以隨便用了 嗯... 30 我們現在就換另一隻 我們現在噴了水 水戰龜特性就是可以看你牌組上面的六張牌 六張牌如果有水能量的話就可以貼... 貼上去給其中一隻你想放的精靈 就是這個特性導致這個牌組很多人用 好... 接著這裡給水戰龜 然後這裡我就換走 給一隻高超鴨出來 這個高超鴨我們就會用... 這裡打20都打不死 這裡三張牌切對 其實應該切退我們用水技打他 好...就這樣 好... 其實真的有點麻煩 對面兩隻彈樹怎麼樣 估計他應該是為了染人耳目呢 所以就不進化了 這些都是一些... 哦... 哦... 這張是寫了兩張手帕 然後找一張你想要的精靈 哦...他放了一隻老鼠出來 嗯... 嗯... 他歐差波用完了 高級球已經用完了 他... 接下去看看他怎麼做 我覺得我自己很不利 雖然大家都是6比6 但我覺得他很不利 因為牌組上面呢 一隻... 一隻... 一隻水箭龜 一隻卡尾龜 跟著其餘呢 波波基本上 暫時是沒有任何用途的 要進了比比料他們的用途才出來 而這隻薑蔥鴉其實都可以收起來 真的可以收起來 你看到他... 現在才進了 對... 160血 基本上剛剛好壓過我的 剛剛好壓過水箭龜的... 輸出 嗯... 還有他這個... 椰彈樹的技能呢 是... 只要你那個... 射器... 氣牌區那裡 有一顆的能量珠 他都會加20攻 那他現在呢 是有... 五顆啦 那其實已經加了100了 對... 加了100了 嘩... 差點爆喔 90攻 唉... 又多隻椰彈樹要打了 嗯... 水箭龜啊 出來吧好嗎 現在有點麻煩 這個狀況真的 我們都沒辦法了 照用技打死他一隻先 咦...他有水牌 我可以打死後面一隻 嗯... 但我應該都是打死這隻 沒得選 好了 因為其實高超鴨第二招技能呢 即是現在這招呢 是可以打... 如果對方持有水能量 在精靈裡的話 我是可以選擇直接打他的後排 他應該會鐵牌接著打死我 嗯... 嗯... 應該放老鼠出來 應該放老鼠 那我們只寫一張波波 沒辦法了 後排太壁了 後排太壁了 有兩隻已經塞住了 那個位置沒得動 咦... 高超... 這個... 村山鼠 快點貼給你打死我 嗯... 有張大鼻鳥 但是沒有波波 沒有鼻鳥的話 這裡都是廢 第一、第三階段 但是沒有中間 好了 他準備打死我 咦... 他抽牌啊 不是他換寵出來打我 要死了 對... 100輸出 用水打他痛 唉... 真麻煩 這裡 他真的算... 算... 算了位置 嗯... 水戰龜出來了 但是這裡也... 有點麻煩 好 我們現在有兩隻水戰龜 換言之可以觸發兩次的特性 就是不斷貼一些水能量給人 好 剛才就... 拆了三顆出來 那現在就... 再貼多... 再貼多一顆 那這一顆就貼在... 貼在... 貼在高超鴨裡 這場很麻煩 其實我可以走出來打 但是這樣就... 他一下打死我 一百... 一百六十血 他一招已經打一百了 那隻東西 換言之... 雙黑了就打二百 但是如果我不打他的話 這裡又會很麻煩 唉...不要打了 抽牌 來... 這個球就... 相對來說 對現在這個局勢沒有用了 因為這個球呢 他是假的一隻 Basic Pokemon 我基本上就齊了Basic Basic 那隻呢 其實已經齊了 水戰龜都盡了 比比鳥又有多一張 傻鴨又有一隻在手 是的 薑蔥鴨壓住了的位置 但是薑蔥鴨其實也是一個戰力 來的 什麼的 嘩 嘩 找些... 找些... Energy牌出來 好啦 那他怕水 那這一關我們出高超鴨去打他 這裡出高超鴨 那我們照用這個波 咦 終於有波 終於有比比鳥了 我們可以用這個球 看看 有什麼在牌組裡 用這個方法 那波波有一隻 大肥鴨有一隻 然後兩個 這顆球是我最需要用的 這個牌組 已經沒有什麼牌組了 裡面已經沒有什麼牌組了 所以這裡我會選擇呢 我會選擇不拿的 拿來沒有意思 好啦 然後呢 就... 現在剩下12張牌 咦他剩下10張而已 但他應該會洗牌 我忘了他有沒有洗牌 嗯... 這裡是鐵牌嗎 看一看 沒有 這裡拿一張 比比鳥的特性 可以選擇 你... 牌組上面 投了兩張之後 選一張 嘩 這兩張一定會選這張 OK 這個狀況呢 只剩下11張 我就不隨便抽了 這裡很危險 不隨便抽 唉 這裡先打敗他 先打敗他 這樣的話大家就會是4-4 4-4 水能量都好 他會出椰彈樹 不用問 一定是椰彈樹 他不會出川山王 川山王他應該是作為抽牌用 而他出的一定是椰彈樹 如果他不出椰彈樹的話 那我要再思考一下他會怎麼做 他就是椰彈樹 其實這遊戲可以說是要讀對方做些什麼 讀對方可以做到些什麼 以及他之後會做些什麼 這遊戲其實是一個這樣的遊戲 他這兩張一定是放後排拿來抽牌 跟我這個比比料是一樣的 兩張一起抽牌 但他... 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到他只剩下7張牌 這遊戲呢 只要他抽到沒有手牌 就... 算輸了 所以我現在11張都不敢亂抽這麼多 這個時候我們放水箭龜出去了 有60而已 這裡我剛巧打了150 所以這裡也不太好 我們這裡就出了車利龜出來 再用這個小剛 再用這個小剛 然後... 對了,我的水箭龜還沒死 充滿2隻高超鴨 還有... 水能量回來 好 接著再用水箭龜的特性 吸一吸水能量 給車利龜 十四張牌 其實都相對得穩定的 那我們再用多次 只剩下一張了 這一張我們就給這隻薑蔥鴨 欸!我用錯了 我用錯了牌 我剛剛出錯牌 哎呀,低能出錯牌 這裡沒有了奢利龜 頂點我會出這張,傻了 哎呀,真的要命 出錯牌 不要緊,我們出一隻薑蔥鴨去死 哎呀 嗯,對了 喂呀,出錯牌 出錯牌,這裡隨便用這招打死它 20 其實這一步我應該是不要用那張support牌 因為每一關只用一次 我應該是用這張加20攻打死它 那我就會變成170攻 但是剛才用錯牌 一邊講一邊掛著講一邊不知道 嘩,他把那張藥墊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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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他這個牌呢,如果他有新的物品就會增加50攻 換言之他不需要能量就可以打到60輸出 那這個真的是仿水戰龜 唉,真麻煩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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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嗯哼 啊,這裡不要亂按,我怕會按錯 嘩,這些牌組真的死得了 等一下,小光那張 哎呀,小光那張我才在哪裡 小光那張在 在獎勵牌裡 嘻嘻,這裡只有1張 原本應該是有2張小光那張的 那...如果沒有的話 證明... 證明沒有了,在獎勵牌裡 啊,這些牌真的不想拿 那好吧,我們直接就... 嘩,這裡不可以亂來 對方多少手牌呢 4,8,12,12 12不可以亂抽 如果抽,如果我用... 那張牌就錯了 這張就是抽 跟對方對手一樣的 數量的卡牌 唉,真的神經病 欸,抽到了 咦,難道我剛剛看錯了 對了,剛才那天是看6張牌的 這裡有6張,我們不要亂來 直接打死它 直接打死它 真是癡根 好啦,我們看看有沒有機會打死它 就對了 還有6張牌 唉呀呀 但據我所知應該是沒什麼能力的 我們唯有這樣打 各位 我們... 這裡其實都輸了一大半 我們要做的 就暫時就... 叫回小光出來 然後換這些回去 換這些回去 換這些回去那個... 手牌堆裡 這一張就可以 從你的棄區牌裡 真的死了在裡面 然後呢,我們就用... 水箭龜的...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 剩下9張 嘩,這裡不要亂來 唉呀,真是... 嘩,這兩張很厲害 好,再用這個看看 先... 唉呀,這個時候出這顆球也不是好事 現在牌組裡面只剩下這些牌 所以呢,其實我現在應該最需要是要拿... 卡尾桂 先拿卡尾桂 唉呀,雖然有可能一會就馬上輸了 但是看看他有沒有... 有沒有拆過自己的牌不夠 好了,我們就用大腿鳥 我們換了大腿鳥 那用的做法就是呢 用這一招 把他現在這隻手牌呢 扔走 洗回到他手裡 唯有這樣拖延著他 不然我不知道怎麼打這一場 實在太惡劣了 這一場實在 不然其實我一早輸 因為對方有椰彈樹 有椰彈樹在手 其實都輸了一大半 其實都輸了一大半 因為對方打我一下 120 接著呢 如果我打死他 他還有另一隻椰彈樹在後面 這裡就是問題所在 所以這裡我再吹他 其實沒意思 沒什麼意思 其實這裡輸了 不過沒有了,既然是這樣 真的太麻煩了 這個牌組,完全欺負我 這裡再用椰彈樹出來打 死了 他不可能沒有能量在手裡 他應該是有三隻椰彈樹 擔架 出來 玩完了 分手牌 然後給能量 再進化 玩完 給他打 對 他差三張我就能贏到他 所以其實可以壞給他 黑著 也是因為一開始我黑著 所以不太抽到漂亮牌 一開始真的 就是輸在那裡 所以這次遊戲其實很好吃 勤運 預祖牌 如果你自己撿的話 你也沒辦法不相信 OK 這次就玩了這麼多 看看大家有沒有興趣玩 我最近都有點興趣玩一下 如果這遊戲不太需要 行運的話 其實這遊戲是很好玩的 OK 我們下次再見 還有其他PDCG影片 再拍給大家看 這次的影片先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 還有幫我訂閱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